大家好,大家能听到我讲话吗? 喂? 好 可以听到 好,非常好 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艾特金英的直播课堂 我是艾特金英的数学老师 我姓叶,大家可以叫我叶老师 然后呢,今天我们来讲我们小学数学中的一个专题 智数与合数 那好,这个部分的内容可能稍微首先年纪高一点的孩子才能知道 因为这个叫做智数与合数 他呢,比如说我们在小学当中认识数 数和数之间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不可能比如说认识一个数一二三 那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在一年级或者第一年级的时候 笨到我们的数字 我们老师就会告诉我们有些数字是单数 有些数字是双数 然后再高一些 我们就会知道有些数字是智数 有些数字是偶数 有些数字是基数 那基数是什么? 就是它一个一个数 能一个一个数完的 那偶数是什么? 两个两个数 它能把它数完 这就发现我们的数是有不同的 那到我们的高年级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有两种数 一个叫做智数 一个与合数 但是智数和合数 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不像我们同学们在学校里的生活一样 我们有些同学肯定他的社交能力特别强 他跟好多人都是朋友 但是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一些 他可能朋友不多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关系 来解释我们的智数与合数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智数 那智数与合数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什么是智数 什么是合数 就比如说 什么是智数呢? 它只有1和它本身就没有其他因数了 那我们知道因数 因数是什么? 就是我和你是它的倍数 它是我的因数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两个数的例子 比如说是2和4 那他们就是有倍数关系 比如说42的倍数 那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说24的因数 但是呢 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数 它比较特殊 它不喜欢跟别人交流 或者它可能比较孤僻一点 那就比如说像一个数字 比如说7 你会发现7这个数字 它除了1以外 因为1是它的倍数 1和所有数都是它的倍数 1它就只有1和它本身是它的因数 比如说1 7 只有这两个数是它的因数 那我们就说这么一个数是智数 再比如说我们再说说看9 9是不是一个智数呢? 它就不是一个智数 9它里面有1还有3 因为3乘3等于9 所以感觉9的朋友会不会多一些 那它就是一个合数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区分清楚这两个概念 一个是智数 一个是合数 简单的说就是谁朋友多 那它就是个合数 谁要是朋友少一点 可能只有1和他做朋友 那它就是一个智数 但是不用担心这个智数长大了 也会有其他的智数 也会有其他的朋友 就比如说14 14是7的倍数 那你会发现7也变成14的因数了 这时候它的朋友就变多了 那好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是智数 什么是合数 那我们的数当中从012一直往后数 那所有的数都能分成智数和合数吗? 这可一定吗? 不一定对不对? 因为我们所有数 如果我们都可以分成奇数和偶数 因为一个一个数 或者两个两个数都能把它数完 这我们可以把所有数都分成奇数和偶数 但是智数和合数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数 我们已经写在这边一个了 1 1它就非常的特殊 它既不是智数 也不是合数 因为1呢 它只有自己本身是自己的倍数 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们的因数至少也会有一个或者两个吧 但是它只有一个 所以它不是智数 也不是合数 这是一个比较需要记忆的地方 那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数 就是我们一开始最接触的 什么都没有 0 0它也很特殊 它既不能成为其他数的倍数 也不能成为其他数的因数 所以它既不是智数 也不是合数 这里呢 我们那智数和合数 我们该怎么去运用它呢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我们的重点 我们怎么利用它们的关系 怎么利用它们自身和其他数之间的关系 去解决问题 那好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一把以内常见的智数 虽然我们不需要把它给背出来 其实最好是背下来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全部都记住 这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 智数有哪些呢 2 3 5 7 11 13 一直到一直到 最后一直到97 那好 就算你不能把这边所有的数都背下来 但是你多看几遍 总会能把它记一下来 记一下来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记住一个东西 就是一把以内智数 它是比较多的 25个 它一共占了四分之一呢 25个 还是挺多的 然后呢 我们就来开始观察观察这些智数 有什么特殊的呢 2 3 5 然后到上面 17 19 23 31 43 67 73 83 它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就比如说 如果我把这一堆数字给你们 让你们找找规律 或者说说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我们想一想呢 哦 这里特别的东西 肯定有一个数 非常特别 摆在最前面 它是2 为什么它特殊呢 如果有小朋友知道 可以在那个 Zoom群聊的打字的地方 打给我听听看 为什么这个2会有些特殊呢 嗯 因为我刚才讲了 我们数字与数字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智数与合数 最开始我还讲了 可以把它分成 单数和双数 你会发现这里所有的数 只有一个2 是双数 对 只有2是一个双数 其他都是单数 这样子的话 那2就非常的特殊了 那好 2特殊 那当然就是我们解决问题当中的重点 2非常的特殊 好 那这里呢 我们还要再讲一个内容 就叫做互质 什么叫做互质呢 互质 刚才我在解释 智数和合数的时候 智数合数是怎么说的呢 比如说 智数它是朋友比较少 那合数呢 是朋友比较多的 那智数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那互质怎么说 互质就是相当于说 你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我们根本就没有相同的朋友 可能我们的朋友只有1 这就是互质的意思 就比如说这边给你两个数 3和4 你会发现 3它是一个智数 它只有1这一个朋友 4呢 它有因数 它是个合数 但是它有1 有2 有4 但是发现 3和4除了1 这一个相同的因数以外 什么因数都没有了 没有共同的因数了 所以我们就说 3和4是互质的 再比如说 我们说4和8 它是互质的吗 这就不是了 因为2 而4里面有一个因数是2 8里面有一个因数 也是2 那这样子 他们是不是还有认识的人 那他们就不是互质的 这里就是一个互质的关系 也是我们后面会用到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我们下面看看这25个 除了1 除了2 其他都是基数 所有的智数 这是一个重点 但是呢 我们再观察你就能发现 我们所有的智数啊 因为智数非常特殊 它不能 它没有其他因数 我们如果学过整除的话 我们会就知道 所有的偶数都不可能是智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定有2 是它的因数 对不对 2肯定是它的因数 因为它是一个智数嘛 因为它是一个合数嘛 它是个偶数 那2一定是它的因数 那还有就是5 如果一个数 末尾是5的话 那它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它一定是5的倍数 那它既然有5这个因数 那它都不行了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大部分的智数 它的末尾都是以 3 5 7 1 作为结尾的 3 5 7 作为结尾的 好 3 5 7 1 作为结尾 哦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个9 3 5 7 1 9 3 不对 没有5 3 7 1 9 作为结尾 因为这样的数 它是 基数 首先我们智数 大部分都是一个基数 只有这个2 不是这个基数 好 那我们看到这边之后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 一个数 是不是智数呢 就比如说 这边97 还可以判断 因为它是在我们的 比较小的100之内的 那我们怎么判断一个智数呢 比如说 151 它非常接近144 12乘12 根据整除的性质 它不能被这些数整除 所以它是正数 怎么它是智数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好 我们先随便来一个数 我们这边就说这个151吧 151 我们说这个数 是不是智数呢 我们就是找它有没有因数 如果它没有除了1以外的因数 那它就是一个智数 那我们就开始试一试嘛 首先我们就可以不用试那些核数了 我们只要试那些智数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先试试2 它能不能被诊出 发现不行 再试试3 再试试4 就不用试了 对不对 因为4 你既然是4的倍数 那一定是2的倍数 既然连2都不是 那就一定不是4的 所以我们只要试智数就可以了 2 3 5 我们再试试7 再试试11 那我们还要继续往后试吗 试17和19 再往后试 试到23 然后试到这个151 都接近151的一个智数吗 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呢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把所有的因数啊 进行分 我们把所有的数进行分解 它的因数近乎都是成对出现的 就比如说 老师在这边先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 就比如说大家为什么知道 我们数学嘛 有几进制几进制 比如说2进制啊 10进制啊 我们的10中是几进制的 我们10中是60进制 对不对 满1进60 那为什么是60进制不是其他的呢 因为60这个数非常神奇 它是100以内含有因数最多的数 我们看一下60 如果我们把60分解之因数 我们首先要成对出现吧 我说的 那它可以分成1和60 它还可以分成2和30 还可以把60分成3和20 还可以分成除以4 好像也除了净 可以分成4和15 那再过来分成5也有 5可以分成12 5和12 再分还能分 分成6和10 6和10再往下分应该就没有了吧 7、8、9就没有了 你看它有这么多因数 所以它能作用我们的时间 这样子 你看又可以分成12 又可以分成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可以分成12 所以我们的中面就是12个数字 那好 刚才我们讲这边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所有的因数都是成对出现的 就比如说 我写到这边 我把123456都写完了 我就不用再去试 比它大的那些数 是不是它的因数了 因为它都会在这边 以对一对的形式 展现在这边了 所以我们简单的说 我们只要试一半就可以了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找到 最中间这个数就可以了 最中间的这一组数 那最中间的这一组数 应该都是最接近的 最接近的 比如说这边6和10了 那两个数越接近 那就是它们的中间的分界点 那好 我们怎么去找这个数呢 就要利用我们的完全平方数 比如说151 它是不是非常的接近144 44它等于12乘以12 所以12就是它们最中间的那个数 那我们只要试到12以内的所有的质数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我们17 19 23 我们都不用试 我们只要试2 3 5 7 11 这些质数 它能不能除得进151 它除不进 那这110 151就是质数 再比如说 如果我再多一点 我是一个401这个数 那怎么试 它是不是一个质数呢 很简单 我们先找一个 它最接近的完全平方数 那就是400了 400比较接近嘛 因为400 400等于20 乘以20 那我们要看它是不是一个质数 我们只要把20以下所有的因数 所有的质数都试一遍就可以了 它能不能除得进2 能不能除得进3 能不能除得进5 能不能除得进7 能不能除得进11 能不能除得进13 能不能除得进17 能不能除得进19 只要这些数都除不进 那它一定就是一个质数 好 这就是我们判断一个质数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后面就会有很多的例题交给大家 然后呢 我会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它们解决方法 我们都写在上面了 很多的考题都会以质数为2 为特殊性去考题 然后除了2和5 其他质数的末位的各位数字 只能是1379 这就是我们解题的思路 我们试试看 凭借着我们这些内容 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理 有三张卡片 在它们上面各写着一个数字 就在下面写着1 2 3 3张卡片 从中抽出一张 两张或者三张 将它任意排序 它的次序是随便的 那不同的会写出我们不同的一位数 两位数 还有三位数 请你将其中所有的质数都写出来 那好 我们先想一下这个问题 判断这个数是不是质数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就先把它写下来吧 那这里一共会有三种可能吧 可能是一位数 可能是两位数 可能是三位数 那我们就分成这三种情况去解决 我们先看看一位数的 一位数的简单 只有1 2 3这三种可能 那哪些是质数呢 1 2 3 它都是质数吗 不对 我们刚才说过了 1这个数非常特殊 它非常的孤僻 它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它跟大多数都是互质的 所以这个1它不是一个质数 我们把它擦掉 那2和3都是我们的质数吧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位数组成的话 只有两个数 2和3 那好 那我们就开始换位置了吧 换成 2 两位数 那以免我们遗漏或者重复 那我们首先可以把两位数的所有 它能组成的所有的两位数 全部都写出来 这个时候就用到我们小学的枚举法 对不对 我们一个一个写 我们先把第一位写成1的写出来 如果第一位是1 那第二位就是2 还有一种可能第一位是1 第二位是3 很好 那我们再写第一位是2的 第一位是2的 那第二位是1 第一位是2的 还有一个23 然后我们继续 13的 那就是31和32 好 那看到这里 如果这里一共有6种可能 我们先把它全部都写出来 然后再找当中的质数 然后根据我们之前所学的经验 对不对 质数 首先它一定是什么呢 除了2和5以外 它的结尾一定是 1 3 7 9 那好 2 去掉了 12 这是个偶数 不可能 32 不可能 它是个偶数 再再看看剩下的数 13 它是个质数 21 99乘法表 3721 你不是 23 没错 是的 31 31想不起来的 我们再试一下吧 它除得进2吗 除不进 除得3吗 除不进 除得进5吗 除不进 除得进7吗 也除不进 好 它就是的 所以在我们两位数的 一共有三种可能 11 23 和31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试三位数的了 我们来看看三位数 但是呢到这边三位数 我却有点不想写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现在不写三位数的 嗯 有同学知道吗 首先这个三位数的有点多 对不对 因为排序的话 123 321 像排序有点多 但是三位数的话 它其中一个指数都没有 为什么呢 不管我怎么写 我知道它一定一个指数都没有的 有同学知道吗 好 因为是这个样子 我们之前在学过整除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某些数整除的特征 就比如说偶数一定除得进2 对不对 那哪些数一定除得进3呢 那就是3整除的特征 各个数位之和 加起来 如果是3的倍数 那它一定是3的倍数 一定除得进3 就比如说我这边随便写一个数 写4 5 6 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数 能不能除得进3呢 我把这三个数字加起来 4加5加6 等于15 15是3的倍数 那4 5 6 它一定是3的倍数 这就是三整除的性质 那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用三个数组成的东西吧 1 2 3 或者3 2 1 或者1 3 2 我都无所谓 它的各个数数位之和 加起来是不是一定是6 那6一定是3的倍数 那如果6是3的倍数的话 那它任意组成的任何一个三位数 都是3的倍数 那如果它都是3的倍数 它就不可能是一个质数了 所以三位数的我一个都不用写 它一个都不是 所以这里能是质数的 只有5个 2 3 13 23 31 你呢是我们小学的数论专题 数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内容 而且数论数论 对数的讨论 我们得对数字非常的熟悉 你看这里又用到整除 又用到质数与合数 对吧 好 那我们看完这第一道题 还是应该比较简单的 我相信同学们都能完成 那我们再来看看后面 我们后面的难度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相信你一定能解决 现在这题目看起来就有些变化了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 以至P 它是一个P 以至P是一个质数 P的平方 这个同学们应该知道 这是P的平方加1 也是一个质数 我们求P的五次方加上1997是多少 嗯好 我们现在先从 如果我们从结果入手 P的五次方加上1997 那它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知道P是多少 但是我们现在题目中没有告诉我们P是多少 我们还不知道 那我们先等一等 我们看看条件 我说了 第一个条件 它说P是一个质数 哇 那质数可就很多了 呃 比如说100以内有几个质数 刚才让同学们记住了 还记得吗 几个 有没有同学能打出来 100以内还有多少个质数 一共有四分之一 哎 很好 25个 非常棒 还记住了 25个 还是比较多的 赚了四分之一 那好 这25个我们一个一个去试吗 嗯 想想不太可能 对不对 那我们来试试看 啊后面第二个条件 嗯 其实第一个条件 嗯 效果不是特别好 它只告诉我们它是一个质数 嗯 那质数特别多 那第二个条件 P的平方加1 也是一个质数 哦 这就有点意思了 P的平方加1 也是一个质数 嗯 嗯 如果我们也拿数字去试的话 嗯 也是比较难试的 对不对 我们把一个一个数字放进去试 但是我们能通过什么方法去解决它呢 我们想一下啊 一个数的平方 它一定是个什么数啊 一个数的平方是不是一定是个偶数 偶数加上1 变成质数了 那也是偶数加基数 等于偶数 但是我们说P 我们说一个数是质数 我们P也是质数 那P是质数的话 我们质数大部分都是基数 对不对 基数的平方是什么 基数乘以基数还是一个基数 对不对 那意味着G的平方是个基数 那G的平方再加上1 那G的平方是个基数 基数加上1 1也是个基数 1也是个基数的话 我们有同学告诉我说P等于6 看清楚题目 P它是一个质数 6不是一个质数啊 不可以 对不对 那我们想 刚才我们讲到了 P的平方它是一个基数 因为大部分质数都是一个基数 那基数加基数是 基数乘以基数是基数 基数再加一个基数 那就变成偶数了 那看起来我们这个P的平方 好像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用大部分平方 大部分质数的平方去 也就是都是基数的平方去加1的话 那它变成一个偶数了 所以我们的P它必然不能是一个基数 那如果它不能是一个基数的话 在我们所有的质数表当中只有一个 那就是2 所以我们的P它只能等于2 因为只有当2的平方出来的时候 才可能是一个偶数 偶数加1才会等于基数 它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第二个质数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平常质数 质数因为大部分都是基数 基数的平方还是一个基数 基数再加1 那肯定就变成偶数了 那如果它是一个偶数 一定不是一个基数 所以我们这个P它只可能是2 那P的平方加1 我们只要验证 如果它是一个基数就可以了 P的平方等于4 4加1等于5 你会发现 这就满足我们题目的条件了 P等于2 它是一个质数 P的平方加1等于5 5也是一个质数 那这个P就等于2 它满足我们的条件 那我们只要在最后 再解决我们的问题就行了 那P已经知道了 那P的五次方也就等于2的五次方 2的五次方就等于32 2的五次方等于32 所以就是P的五次方加1997 也就是32 再加上1997 等于2029 在中国有些习惯 就是比如说它的结果 都是相当于年份 那可能这是一道2029年的题 这是一个开玩笑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题吧 在质数与合数当中 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刚才我们也碰到了 因为质数与合数 它自身就会带特征 比如说是奇数和偶数 所以我们都大部分会连接 我们奇数与偶数的指数去解决 如果它是一个奇数 如果它是一个偶数会怎么样 我们看看 如果AB 均为质数 好这个题目条件告诉我们了 A和B都是质数 且A乘B加上7B 也就是7乘B等于41 那么A加B等于几 A是一个质数 B也是一个质数 那好 我们来看我们一个条件 就是41 41是一个质数 哦不 41也是个质数 也是一个基数 那好 我们这边看 基数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常规思想 大部分的质数都是一个基数 那3乘以A A是一个基数的话 那乘起来也是一个基数 那7 7乘以B B我们大概率也认为它是一个基数的话 因为它是个质数 我们也大概率认为它是个基数 也变成基数了 那基数加基数 结果一定是偶数 但是我们这个41是个基数 所以又不对了 那这里我们的突破口又来了 就是这两个质数当中 有一个是我们的2 那好 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假设A等于2的话 A等于2 3A它就等于6 6加上7B等于41 那6加几会等于41呢 那7B 6加上35会等于41 那所以7B就等于35 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得到 B是等于5的 但我们要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的条件 A和B都是质数 那2是质数 5也是质数 所以我们的结果是7 那有朋友肯定会想 那既然 既然A可能是2的话 那B有没有可能是2呢 那我们去试试看吧 有这个想法非常好 那我们照样写3A 加上7B是2的话 那就是7 2714 等于41 那几加14等于41呢 那3A就等于减下7 27 很好 3A等于27 那A是不是等于9啊 因为3927嘛 然后发现 那B等于2的时候 A等于9 那2加9等于11 那我们这边另外结果是11 这里有两个结果 这样对吗 我刚才在做前面制导题的时候 这里的时候 我已经重复过了 我们做完结果之后 我们要去看看前面的条件 前面的条件说 A是一个指数 B也是一个指数 那你看2是指数 5也是指数 所以这个答案是7 我们可以填上去 但是我们回到这边 这边B是2 它是一个指数 A是9 它不是一个指数 它是核数 那2加9 这个结果11 它就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写上去 我们在做完题目的时候 还得回去看看条件 对不对 不符合的情况 我们要把它给去掉 那好 这就是我们的例二 也是根据我们的 指数与核数 继续用偶数去解决 而且突破口都是那个神奇的2 继续往下 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复杂的很 P和Q为质数 M和N为互不相同的正整数 P等于M加N Q等于MN 则 哇 这个念起来应该是 M的N次方加上N的M次方分之 P的P次方加上Q的Q次方等于G 看到后面这个东西都已经焦头烂额了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非常的复杂 但是这个东西再怎么复杂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要知道前面的所有的 PQMN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把它一个一个带进去 然后再把它解出来就可以了 这其实内容看起来非常的难 但是一点都不复杂 那这个不复杂 我们就来解决解决 我们看看前面的条件吧 P等于M加N Q等于M乘以N 然后他这回又说了 P是一个质数 Q也是一个质数 一想到这里 我就觉得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因为为什么呢 首先如果我们是一个质数的话 质数它要是能变成 这里Q是一个质数 Q等于M乘以N Q等于M乘以N 我们一个质数等于两数的G 好像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质数和一自己本身相乘 因为这个质数没有一以外 其他的因素了 所以我们就能知道 这个M和N肯定当中 必有一个数字是一 那我们把M写成一的话 M等于一 那Q就等于N乘以一 那也就是等于N了 然后那P等于什么呢 P等于N加1 因为M等于1 而这回我们再来分析分析 P是一个质数 N是一个正整数 N加上1等于P 而这边我们又说了 Q它这边是等于N的 那Q既然等于N 我们就把这个N也带进去 N也就是Q 它们是相等的 那P那就等于 Q加上1了 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题目 Q是一个质数 P也是一个质数 PQ P等于Q加1 那一个数加1的话 相当于这两个是连续的两个数 对不对 在我们的质数当中 两个连续的数都是质数 这个情况到底在哪里 我们稍微想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大部分的质数 它都是一格一的嘛 至少也要一格一吧 你格的肯定要多一点 因为它至少当中要格一个偶数 因为所有偶数都不是 但是唯一能连在一起的 只有最开始的2和3 对不对 只有这个2和3 因为2加1等于3 2是质数 3也是质数 那这回我们就发现了 那既然Q又等于N 那N是不是也等于2 这时我们所有数都出来了 我们再把它整理的写在清楚 写到这边 M等于1 N它就等于2 然后Q 它就等于2 P就等于3 这时我们把这边的所有的 PQN都写出来了 这时我们再去解决我们后面的结果 就非常容易了 我们把它带进去 写一下 但是注意不要带错 下面是M的N次方 也就是1的2次方 加上N2的1次方 然后再加上PP PP是3的3次方 加上Q的Q次方 2的2次方 我们把它写一下 那这个是1 1加2 3 3的3次方是多少 3乘3等于9 9再乘以3 3就27 4 2的平方等于4 那也就等于3的3分之31 那我们可以把它画成带分数 也就是10又三分之1 那好 那我相信有同学又会在这边问了 我们这边是假设M等于1对不对 那只有M等于 那M等于我Q等于1 我们这边假设是M等于1 那N等于1不行吗 你把N等于1的话 那这两个东西就是反一下 N等于M等于2 N等于1 但是这个对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变化的 它的结果依旧还是一个2的1次方 加上1的2次方 我们结果是不会变的 这个PQ的结果也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们的结果只有这么一个 没有两个 好 这里用到什么呢 就是用到我们还是用到我们连续的两个数是 连续的两个数是质数 就只有2和3 也就是2 还是用到2 2非常的特殊 那好 到这里呢 老师想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 一个奇数 也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 他想过的一个猜想 我们看一下 假设有一个数字N 它能不能写成一个质数 加上一个质数的形式 质数加质数的形式 我们写一些数吧 比如说 17 18 19 20 21 好 我们把它分一分 17能不能变成两个质数加质数的形式 分一分 质数 首先它是一个 首先它是一个基数 那基数的话 两个质数相加 那质数 质数大部分都是基数 基数加基数等于偶数 那它不可以 那必然里面有一个是2 那如果它是2的话 那另外一个就是15 好像写不出来 那我们先放着吧 18能不能写 比如说 几呢 哦 有吗 5加13 可以 对不对 还有吗 比如说 17 11加7 注意17加1可不可以 1是不是一个质数 好 那我们这里写出了两个 我们再看19 19有没有呢 想一下 比如说2 哦 17加2 哎 好像就只有这一个吧 没有了 那我们再看20 20可以写成什么呢 哎 17加3 可以 哦 那13加7当然也是可以了 各位数字换一下 还有没有 那既然写的出来 我们就先放在这边 21 我们继续 21 哦 19加2 可以 这回我们发现 只有这个17是不可以的 17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它是一个质数 因为它是个基数 基数要是等于两个质数相加的话 那只能是一基有 一基有的话 它必然有2 如果有2的话 那另外一个数字就是15了 这样子它会就非常的牵强 这个15它不是一个质数 那你就会发现 你看这里所有的偶数 核数是不是都很好写 所有的偶数 18 20 我们再看22好不好写 22应该可以等于 比如说19加3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著名的 哥德巴赫猜想 它说任意一个大于2的核数 都是可以写成两个质数的 核的形式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 哥德巴赫猜想 也是 但是它虽然没有被论证 但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可能的 所以它只是一个猜想 好 这是一个扩展的内容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 例四 找两个连续的自然数 它们各个都是核数 找两个 200个 找两个还比较简单吧 比如说 8和9 找两个我还能找找 找200个 8和9可以吧 8和9连续的都是核数 找200个怎么找的 那我们先想一想吧 那100以内 那这里老师可以先告诉你 100以内最多是90到96 这是连续的 100以内 这里一共是7个 但是距离我们200个远远不够 那150个之内呢 150个之内也有 114到126 这里是13个 150以内都只有这么13个 这个200个我们可怎么找呢 200个连续的自然数 感觉写出来都写不下这个题目吧 那怎么会让我们做呢 那我们想一下 我们换一个思路 老师现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 也讲一个故事吧 之前有一个游学的人 他来到了一个村庄 然后呢 那个村庄正好在举行一个盛大的生日 生日party 生日party是怎么回事呢 是有一个老头子 他是过生日 全村都给他祝寿 然后呢 然后那个过路人也很开心 他去参加这个 去参加这个生日派对 然后呢 但是到哪儿 他都打听不到 就是这个具体这个寿星是几岁 然后他就单独去问那个寿星 老爷爷 你今年几岁了 然后这个老爷爷呢 也是村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什么他德高望重呢 因为他数学学的很好 他非常聪明 然后呢 他就给这个 给这个外地人游学的人 打了个打了个比方 也就是猜了个谜语 跟他说 我今年的年龄啊 加上11的倍数 加上22的倍数 加上33的倍数 加上44的倍数 加上55的倍数 嗯 这个游学的人很奇怪 你怎么还问这种问题啊 你给我做数学题吗 怎么回事 加11是1的倍数 加22是2的倍数 加33是3的倍数 加44是4的倍数 加55是5的倍数 你今年几岁 呃 不知道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如果一个数 加11的倍数 加22的倍数 加33的倍数 那他本身如果就是这些数的倍数的话 那他加几一定也还是他的倍数吧 对不对 比如说一个数已经是3的倍数了 他再加一个3 不就无非多一个3吧 那他还是3的倍数 如果一个数是4的倍数 他再加一个4 那无非多一个4 他还是4的倍数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转化成 如果这个数既是1的倍数 也是2的倍数 也是3的倍数 也是4的倍数 也是5的倍数的话 那就非常好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这里简单的来说 我们就是找一个公倍数 1 2 3 4 5 那好 他们的公倍数是几呢 在我们之前前面讲过了 我们在数字的时候 为什么60这个数字非常神奇 因为60它的因数很多 你会发现 2 1 2 3 4 5 它的公倍数就是60 那这样子60的话 那60 60可以 60加1 等于61 其实这个1就不用管了 你过一年还是1的倍数 那任何数都是1的倍数 对不对 那61是1的倍数 没有问题 60加2 62 也是2的倍数吧 再过两年吧 63 60加3 等于63 再过3年 它变成63岁了 63岁 显然它是3的倍数 60加4 等于64 那好 它是64的倍数 也是4的倍数 64 那65呢 60加5 等于65 它的末位是5 那它一定是5的倍数 那好 这道题对我们这个问题有什么启发呢 你会发现 这里加起来的都是何数吗 首先我们不管这个1嘛 因为这个1不是很特殊 它不是何数 但是到后面的数 既是2的倍数 又是3的倍数 又是4的倍数 又是5的倍数 这些都是何数 那这道题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你看找200个吧 那简单吧 刚才不是说加1是1的倍数 加2是2的倍数 加3是3的倍数 那200个连续的数 不是加1加2加3加4吗 对不对 跟我们这个老 老爷爷的生日是一样的嘛 这个生日加1加2加3 那是不是连续的数 对不对 61 62 63 64 65 它都是连续的数 它是1的倍数 12的倍数 13的倍数 那这道数 这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道题的启发 我们可以找它们的倍数 难道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这边难道要找123 4 一直数 一直数 数到200的倍数吗 数到200的倍数 那又懵了 这123 一直到200的公倍数 我看这也比较难写 没什么头绪 这怎么写得出来呢 那我们能不能换个下方法 既然要是它们的倍数 对不对 要是1的倍数 要是2的倍数 要是3的倍数 又要是200的倍数 那我们把它们全部都乘起来 那是不是那个数一定是它们的倍数 就比如说 1乘以2 乘以3 乘以4 一直乘到200 那这个数一定 既是1的倍数 又是2的倍数 又是3的倍数 又是4的倍数 也一定是200的倍数 那好 这个东西 我相信同学们就知道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200的阶层 从1乘到200 相信有些同学一定会了 200的阶层 那200的阶层写在这边 那这200个连续的自然数该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吧 那200再加200的阶层 加1 200的阶层 加2 一直加 加到200的阶层 加200吧 这里一定是有200个数的 那这200个数也一定是连续的嘛 因为200的阶层是一个固定的数 这个数加1 再加2 一直加到200 那这里的数一定都是他们的倍数吧 你看 200是1的倍数 12的倍数 13的倍数 是200的倍数 因为它里面都有两个200了嘛 那一定是200的倍数 但是 写成这样子 还不是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老师还想说 我们还差一点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还是要找到 我们写的这个答案中 这个特殊的地方 哪里最特殊呢 这个 1 因为我们刚才在这边写 也写到了 60 加1 等于61 61 确实是1的倍数 但是是1的倍数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所有数的倍数 都是1的倍数 对不对 而且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要找的所有数都是核数 这样子 61 它又不是一个核数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不能确定这个200的阶层再加1 它是不是一个核数 那怎么办 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到200个连续的数 这个200的阶层加1不一定 那加2是一定的吧 但是如果是加2加到200的话 那少了一个数 所以我们再换一个思路 201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01的阶层 但是这回我们不用加1了 因为它加1是1的倍数 对我们来说没有用 我们就直接加2 加2的话 它一定是2的倍数 那201的阶层 加3 它一定是3的倍数 201的阶层 加4 它一定是4的倍数 我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201的阶层 加上201 好 这个数也一定是我们的201的倍数 那2到201是不是200个数 那这是不是200个连续的自然数 而且它们一定都是核数吧 这一定是2的倍数 这一定是3的倍数 这一定是4的倍数 这一定是201的倍数 这个问题还是有些复杂的 但是如果你能听懂 那就说明你对我们 质数与核数已经是非常了解了 你看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 那个老爷爷过生日的问题 它过了一年是1的倍数 过了两年是2的倍数 就是结合到我们这边 你会发现这200个数 它一定都是核数 对吧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 接乘上1传到201 里面既有1 既有2 又有3 又有4 又有5 又有201 那我们加上几 无论加上几 它一定都是它的倍数 而且这些数 这些所有数 一定是连续的 好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将200分成10个质数之和 要求其中最大的质数 尽可能的小 那么此时这个最大的质数是多少 如要求最大的质数尽可能大 那么此时这个最大的质数是多少 好 首先我刚才口误了 这不是我们最后一道题 这是我们最后倒数第二题 将200个数拆成20个质数之和 要求其中最大的质数尽可能的小 那也是不是意味着 就是分成的这10个数尽可能的平均 就比如说这样子 200除以10 等于20 因为20加20加20 这是不是最大的数尽可能的小 那20就是最大的数 但是它应该是最小的了 因为如果再大一点 21 那下面就有一个19 那最大的数 肯定20是最小的 但是它还有要求说这些都是质数 20首先20它不是一个质数 这回我们该怎么办 那它既然要求我们写质数 那我们就把它写的大一点 把它接近一点 那现在最小的数最大 最大的数最小的情况 最小的数最大的情况已经是20了 那我们只能往上去找那个质数 我们找一下那个质数 应该是23吧 往上大一点 那这个质数就是23 因为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们把200减去23 然后把剩下的187去拆分一下 把它拆分成9个质数 实在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中这些质数必须都比23小 而且肯定比23小 因为我们分成10个数的话 最大这个平均已经在这边了 是20 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最大的质数 尽可能的大 我们200分成10个数 我们要尽可能的大 那那个数就200好了 但是不行 200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这个数不对 因为它要分成10个 分成10个质数的和 那又要分成10个质数的和 首先这里它能不能重复呢 因为我们要让这个数最大 先把它擦掉 200 我们要让它尽可能的大 那一个数尽可能的大 那其他数不就尽可能的小 就可以了吗 尽可能的小 那其他最小的质数是几 是2 那我们试一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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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是10个 那我给它9个2 就2乘以9 等于 10 29 18 那好 那还是讲一个数 就是200 减去18 等于182 但是现在发现一定有问题了 这个182 它不是一个质数 它不行 它是一个偶数 它肯定不行 那我们现在得换一下思路了 既然要我们最大的质数 尽可能的大 那我们肯定那个数比182小吧 那我们 往182往下找两个数字 比如说182 181行不行 我们来思考一下 首先确定它是不是一个质数吗 181它比较接近169 169等于13乘以13嘛 所以我们只要把13以下的所有的质数都试一下 2 它不是的 因为它不是偶数 3 它加起来等于10 不是 5 它末尾不是零和5 不是 7 我们试一下 2714 14 14 41 41 41除不进去 也不是 好 下面到11 11除以181 好像也除不进 那再到13吧 13 我们没关系 列个数十 谨慎一点 13除以8 1 13 51 51 这边发现51是它的倍数吗 比如说是4的话52发现它不是它的倍数 发现这个180应该是一个质数 它是一个质数的话 那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最大的质数 因为181 那相当于把这边2 其中一个2换成一个3就可以了 所以就变成2223 2223 181 会发现 那它就是一个我们成立的最大的质数了 尽可能的大一点吧 这里问题 这里难度呢不是特别大 首先它说我们要分成10个质数的和 这时候第一个质数呢要最大的质数尽可能的小 那希望它们平均一点 那我们找到这个平均数20 再在它的附近找到这个质数就可以了 第二 我们要找到这个最大的质数尽可能的大的话 那我们其他数尽可能的小不就行了 那我们把所有的小的都排好 排好会发现 剩下的那个数它不是个质数 那我们再进行稍作修改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吧 哎呀 不好意思 看错了 用 123 123456789组成若干个质数 要求每个数字恰好用一次 请问这些质数之和的最小值是多少 好 这个问题我们先慢慢来 他说组成若干个质数 如果我不把它组成质数的话 123456789九个数 我每个数字都用一次 希望它加起来最小的话 那我就希望把它们全部都分开 从1加到9 这样肯定是最小的 但是呢 它要求是质数 你会发现这里有些数就不是质数 就比如说这个4 6 8 9 它就不是质数 它先放在那里 然后那就是2 3 5 7 尽量让它一个人单独站在那边 这样子 它数最小嘛 那它加起来也会最小 那剩下的数我们怎么分配呢 首先 又要这个质数的和越小 首先我不想组成数字越大的吧 两个数字拼成一个两位数还是比较小的 我们要是三个数字拼成三位数 那就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尽可能都拼成两位数 那如果我们拼成两位数的话 现在还剩下1 4 6 8 9 那剩下的这些数字当中 有哪些是可以拼的呢 或比如说它是可以拼好的呢 它要求的是质数 我们除了这边2以外 所有的质数都只能是 奇数了 所以你看这个4 6 8 它是不是不能放在个位上 那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吧 它们不能放在个位上的 如果我们组成两位数的话 它们是不是只能在 只能在10位上 那我们看看 1和9 是可以放在个位的吧 我们给它们前面两个加两个数字 意味着 我们先把这边擦掉 这个4 6 8 这三个数 它们是只能放到 10位上去的 但是呢 我们这边有两个数 1和9 它是可以放在个位上的 但是呢 这里有三个数不够放 所以我们这边肯定还有一个数 是要放到它们的某个数的前面去的 放到这些质数的某个数的前面去的 那我们看看这些质数当中 有哪个数可以放到前面去呢 放到它们的前面呢 这个2 它是不可以的 放进去不行 那这个3 还是有可能可以的 我们给它画个波浪线 能写在5的前面吗 不可能 任何一个数写在5的前面 这个数一定都是5的质数 那能写在7的前面吗 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说过了 所有的质数的末尾 除了2和5 有这两个数以外 末尾都是1379结尾的 好 这时候 我们只要把这些数放进去就行了 那我们先放放小的嘛 把这个4放进去 4放在1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放6也可以 但是放8就不行了 对不对 那我们先放个4吧 那这个6能放在3这边吗 不行 63不行 6放到9这边 也不行 69 因为这些数加起来都一定是3的质数 那6是不是只能放到7这边了 67 那还剩下一个8了 我们看看 8可以放到83这边吗 可以吧 83是个质数 8可以放到9这边吧 89是个质数 那放到8还是3这边 放到9还是3这边 我们都可以 那我们把这边数都加起来 2 加3 加5 加67 加上41 再加上89 这回我们再稍微运用我们一些 巧算的技巧 这个加起来等于130 这两个加起来等于70 这边还有个7 答案就是207 OK 但是他要求 让我们求的是这些质数之和最小值是多少 那最小值就是207 但是这些质数只有这一种组合吗 我觉得应该还不止吧 刚才我们只是尝试了一下 我想说把这个4放在这里就行了 那4不放在这里 这个8也换一下 我把6放在这里 那我4能放在哪里 43 可以吧 3就可以放在这里 但是6不管怎么样 6不能放在9和3的前面 只能放在7的前面 但是呢 有些聪明的小朋友又告诉我一个方法 既然这些468只能放在我们的实位上 那好 他不管放在哪些实位上 他对这些数字的和只会产生一个结果 那就是40 他会有40 会有60 还有80 而这些在个位上的数字 肯定都只能承担他个位上的那一个效果 就是个位上每个数字所代表的1 2就是两个1 3就是三个1 那我们再把后面的所有在个位上的数字加起来就行了 1加2加3加5加7加9 那好 前面这边算出来是180 后面再加上 这边是10 这也是10 20 27 结果也是207 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把它每一个数字都带进去了 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实位那就代表几个10 他在个位就代表几个1 那把他们全部加起来 他的总数一定是不变的 207 这就是我们质数与核数的内容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 这边质数核数 他虽然他们的核是相等的 但是他们每一组数字的组合是不同的 那好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了一下我们质数与核数的关系 还有一些他们的解决方法 这里的考点非常的重要 就是他一定是以我们质数为2 作为他的特殊考点 因为2非常的特殊 他既是一个质数又是一个偶数 非常的特殊 还有就是想要同学们记住的就是我们一个判断一个数 是不是我们质数的方法 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数以下所有的质数都去乘一遍 这样实在是太麻烦了 我只要需要做什么呢 找到这个数与他接近的那个完全平方数 然后利用这个完全平方数把它拆开 它会拆成两个相同的数的核 这样子我们只要试这个数以下所有的质数就可以了 再比如就是我们这个151 151跟144相近 我们只要试一下12以下所有的质数就可以了 那好 今天我们的内容呢 就是讲我们质数与核数 然后记住 还有我们的质数当中 在100以内一共有25个质数 质数就是只有1和它本身 核数就是除了1还有以外其他的因素 最重要的就是大部分的质数都是基数 而且它们的末尾只能是1379 二和五是特殊的 就放在那里 记住1379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堂公开课的全部内容 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